都怪你今天又被老师罚站,到现在才回家,挑粪,你能不能走快一点,天都快黑了,你还在后面默默唧唧的,小心半路遇到什么脏东西,我跟挑粪捏手捏脚走在回家的路上,为了能更快的回家,我们两个选择了一条小路,只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,不过听镇上的人说,从这里走可以节省很多时间, 但是这条路晚上走的时候,容易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,所以一般这条路晚上是没有人走的,但是没有办法,我们两个再不回去又要挨打了,不知道走了多久,我们来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平地,挑粪说,小菜鸡,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? 我停下来,仔细的听了一下,隐隐约约听到一阵骄罗打鼓吹唆呐的声音,我就那问,这荒郊野外怎么会有唆呐的声音? 凭我多年的经验,当场就能断定这不是白事就是喜事,难道这附近有人办白事,不可能大晚上的办喜事吹唆呐啊? 挑粪也是很疑惑,问我该怎么办,我也不知道该咋办? 这条路本来就容易发生一些诡异的事,还是晚上,这唆呐的声音就显得不正常了,我们就待在原地很纠结,走也不好,不走也不好,因为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,突然这唆呐的声音越来越近了,我们两个望向前方,烟雾弥漫,隐隐约约看见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人,队伍的中间就有两个人抬着轿子,好像是结婚的队伍, 结婚的队伍走到我们面前,一个红衣女子看了我们一眼,随后停了下来,走到我们两个面前,说道,两位公子,今天是我家小姐大喜的日子,想请二位到我们家捧个场, 我听到后一句话也不敢说,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人,因为他们说话的语气跟人一模一样,可是挑愤说话了,恭喜恭喜哈,可是我们两个要赶路回家去,不能去了,谢谢你家小姐的好意, 我刚想制止他,我看见那红衣女子诡异的一笑说道,没事,这里离我们家也不远了,我看两位小兄弟也应该饿了吧,等吃过饭以后再走也不迟呀,听他这么一说,我们的肚子确实饿了,咕咕咕的叫,挑愤说, 你看我们身上也没有钱,也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,没有彩礼就去吃饭的话,这有点失礼, 红衣女子就说这没有关系,我家小姐向来喜欢结交朋友,最重要的是人道场,因为人多才热闹,所以二位不必客气,请跟我来, 我跟挑愤不知道怎么回事,身体不受控制的跟着红衣女子,一步一步走向了迎亲的队伍,